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Beryland 最近由美斯领军的美职联国际马亚物球队 来到香港打算跟香港的足球队去做一个表演赛 这场表演赛香港人从疫情以来都等了很久很久 正间的门票是4800元起标 但据问黄牛票甚至可以炒贵两三倍 即是可能一张票过万元球迷们才能入场 一心打算看美斯精彩的球技 但随着这个球赛不断进行的时候 大家对于美斯和苏雅雷斯的期望 就一直插水插水插水 到最后竟然他们两个都没出场了 究竟美斯事件为什么可以引起全香港的人都这么生气 还有在这件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有关消费者心理学的事 就让我们一起来在这条影片里研究一下 浩雪美职联在疫情之后就特意安排了这场表演赛 跟香港的足球队一起去做一个表演赛 究竟为什么一场球可以掀起一个这么严重的外交风波呢 美斯来香港比赛对香港的球迷有什么意义呢 一场体育运动究竟对球迷或观众来说有什么深层次的意义呢 其实一场球永远都不单单是一场球的 因为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心理学研究 透过一个问卷问了一些参加者他喜欢什么运动 再去对比他们去看这些运动赛事里面的动机 其实在里面学者就找得到归纳城几个我们去参加运动赛事的主要动机 第一个最大的动机就是娱乐 在一些运动赛事跟我们去看电影、逛街、吃饭 都做到一个很大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娱乐的享受 当我们看到我们喜欢的球员或球队入球 看到我们不喜欢的球队输球 甚至乎很单纯地看到我喜欢的球星做到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我们已经会觉得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娱乐 第二样东西 足球赛事作为一个竞技性的team sport的时候 它也可以为观众带来一个良性的压力 you stress 良性的压力是说什么呢 在第一场赛事里面 其实我们少不免会为我们喜欢的球星 或者是团队去感到紧张 担心 但是当在过程里面 这些紧张担心的情绪得到舒缓的时候 其实这些压力也可以刺激到我们的大佬 甚至乎让我们的快乐 可以分别更多的 第三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一个运动美学的享受 可能在我们看足球的时候 行外人不是很懂的 但作为一个观众或者球迷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去讨论一下 哪个球员他有一些招牌的动作 又或者这个球队他有多少年性 当我们去探讨这些运动背后的人体的哲学 美学的时候 其实也是观赏运动赛事的其中一个好处 这个运动会带来第四个动机 就是说它是一个跟朋友联谊 或者是跟家庭联谊的活动 可能有些朋友知道美职联过来香港的时候 已经扑散了票 然后就约上三五资金一起去看球队 这个在疫情以来 相信很多人都很期待的一个联谊活动 最后一个有可能跟今次美斯事件有关的 运动赛事动机 就是说我们藉着运动赛事 很想去逃离生活里面一些负面的压力 可能是疫情 经济 甚至乎整个社会的气候转变的时候 其实大家生活里面的负面情绪 职压得越来越多 所以其实这个运动赛事 不单单是一个娱乐或者联谊的活动 甚至乎就是我短暂进去球场 去看一场球的时候 这几两个小时其实就是属于我的 我不需要再去想上班 上学 家务住 而是我纯粹地去享受属于自己的时间 这个在日常生活里面短暂的逃离 亦都告诉我们 虽然我们知道香港队对美国队 一定没得打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仍然是享受过一种 我为自己摆上时间的感觉 所以你说为什么美斯这场事件 可以掀起这么大的风波呢 就是因为这场的赛事 不单单是一个足球的城市 而是香港人压力了这么久之后 觉得我终于有机会看到偶像了 当我对于这个赛事的期望越大的时候 相对地那种的失望那种的愤怒 都会越来越大的 美斯缺踢事件已成定局 我想短期内美斯也不会再来香港 或者去中国那里去踢球给大家看的了 但是在这件事里面 我们会看到香港人有很多不同的反应 而且反应也很激烈 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另一个消费者心理学研究 就是说当我们作为消费者 遇到一个服务性行业的事故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有什么反应 当中会不会牵涉到 就是我心里面对于服务承办商 或者对于我自己有什么想法 这个研究探讨了一些顾客 在遇到服务事故的时候 因应着不同的因素 他们的情绪反应 行为倾向 以及正向思维 会有一些什么的转变 消费者的反应 会受着两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就是服务事故的严重程度 而第二个就是销售商的一些声誉好坏 在心理学里面 其实服务事故是什么呢 服务事故就是我给了钱 或者我去付出了一些东西 我期望得到一个服务的时候 但是就着种种的原因 令我不能够得到我期望任何服务 我们会有一个期望的失业 disconfirmation 甚至我们会觉得被冒犯displease 我们会透过改变我们的认知和行为 去应对这些负面的影响 大致上我们面对服务事故 有四大主要的反应 第一个就是香港人的性格 很倾向使用的策略 就是一个行为的调节 action coping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会很尝试去改变 我们消费者和销售商的关系 我们会有一些口号 就是我们想令事情变得好些 又或者我们会觉得 这件事就是销售商的错误 我们会反复去思考 讨论 我们会宣示我们的情绪 我们会直接去跟销售商对责 confirmation 甚至乎我们会找第三方介入 可能我们会报警 可能我们会找销售会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尝试去改变 就是消费者和销售商的关系的平衡 第二种的调节方法 就是单纯的宣示情绪 采取这个措施的消费者 可能觉得自己的价格力量不太高 销售商说不退款就不退款 我们都没有什么可以做 他们采取的行为策略 都是宣示自己的意见和情绪为主 但是就没有太多真的补救的措施出现 第三种的调节方法 就是rational coping 理性的调节 与第一种action coping有些不同的地方 就是理性的消费者 是避免谈及自己的情绪 他们会很尝试分析 很有系统地去解决问题 而第四种的调节方法 就是正向调节 这类的消费者会将服务的事故 看作成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 又或者他会想 其实销售商背后会不会有什么 的苦衷原因导致这个事故的发生 即使是面对一些负面的事件发生 这些顾客仍然忠诚度不减 所以下一次再有这些服务可以推出的时候 他们也是一个忠诚的客人 会不断地去消费 讲了这几种消费者面对服务事故的 调节方法 其实对于我们的心态 又有什么学习可以拿走呢 我想最主要就是销售商 跟我们消费者的关系一些反思 当商户的声誉越高的时候 其实消费者他感知到的一些 价格能力 相对地就会越来越低 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很脆弱的 我们不能够为我们自己去争取一些福利 又或者是公义 如果我们觉得越来越无力 无助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负面情绪就会越来越多 但很多时候这一类的消费者 因为他的情绪已经在了 所以他们去采取的措施 未必真的可以帮到这件事 或者是一个很好的补救措施 虽然今次赛事的承办商 背景也令人很质疑 但美斯这个球星 他的个人形象 personal brand image 其实一直都是很高的 而当我们面对着这个严重的服务事故 我们对着美斯这个良好声誉的球星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维 未必是很理智 于是乎我们的压力就开始 由正面的压力变成负面的压力 我们觉得自己解决不了一件事的时候 就会把一些补救的措施 变成单纯是发泄情绪 当然在这件事里面 买卖双方的沟通也是很重要的 由比赛承办商第二天出来 去做一个记者招待会 直到美斯出来道歉的时候 其实缺少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买卖双方应该有一个平台 去促进沟通 谈一谈有没有一些补救措施 是双方都可以承担得到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可以减低消费者的无力感 避免这个负面的事件 继续放敲下去的 即是什么意思呢 作为消费者的我们 先处理心情 再处理事情 作为销售商 面对着这么严重的服务事故 希望他们真的可以想到一个方法 选择到消费者的无力感之外 也挽救一下自己的声誉 这次Berylain的时间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你们对美斯的消费者心理学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们 我们下次Berylain再见 拜拜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心理学研究 就是说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心理学研究 就是 就是说 平安 太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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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吵了